6月20日,就在人们以为美伊就要这么僵持下去的时候。伊朗动手了,先打下来了一架美国无人机。6月21日,就在人们以为美国要对伊朗动手的时候。特朗普说不打了,在战机升空,战舰准备就位之后。突然撤销了该命令,6月22日。就在人们以为这事就这么算了的时候,美国对伊朗发动了网络攻击。 据说伊朗的导弹部队计算机系统遭到了美军的病毒袭击。6月23日,就在人们以为特朗普会继续打嘴炮的时候,特朗普不负众望。又开始对伊朗隔空喊话,特朗普在当地时间6月22日在华盛顿告诉记者。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一直都摆在桌面上。但他也表明希望尽快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促进伊朗经济发展的协议。 我们会将这份协议命名为让伊朗再度伟大。随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又警告德黑兰。不要把美国最后一分钟取消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,错误解读为软弱。 他说,我们的军队已经重建一星,随时准备上战场,但就在今天。特朗普突然甩锅博尔顿,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的时候。特朗普称博尔顿为鹰派,并且补充道,如果是博尔顿做主。 他会跟全世界对着干,特朗普先是对伊朗咬牙切齿。一边喊着伊朗犯了个大错误,一边给媒体放狠话你们很快就知道结果了。 结果是什么?特朗普的态度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。称伊朗可能失误击落美军。这种替敌国发言的操作让美国媒体为之哗然。或许是考虑到如此软弱的发言有损美国的霸权形象。 于是今天美国政府网上提了提库腰带,插着腰继续对伊朗放起了狠话。然而特朗普似乎是感觉一味的制造紧张气氛并不妥。于是甩锅给伊波尔顿为代表的白宫鹰派代表人物,这样反复无常的操作。虽说很符合特朗普难以捉摸的性格。但是仍旧让人难以猜透美国对伊朗到底是什么态度。就连局作都忍不住吐槽特朗普的决定。 纵观以往美军在中东地区横行霸道的历史。这可能是第一次美国总统对一个反美的政权态度如此犹疑不定。到底是什么原因,让特朗普下伯了打伊朗的决心呢? 其一,无人机到底有没有越界,美国心虚了。在伊朗外长扎里夫先后在社交网站上发布首会美国无人机航行轨迹,击落地点坐标和在伊朗领海内发现的无人机残骸的时候。 美国海军除了死不承认外什么话都不说,如果不是心虚的话。你为什么不敢拿出来自家的无人机航行记录啊,哪怕是造假的记录。 伊朗不是伊拉克,也不是叙利亚。美国现在还不敢以莫须有的罪名直接对伊朗发动打击。其二,伊朗反导系统到底有多厉害,美国不知道。 在得知伊朗把美国无人机打下来的时候,局作是震惊的。在得知在RQCA无人机旁边还有一架P-8A反潜机的时候,局作是震惊的。在得知伊朗知道反潜机上有35个人并且还通知这架反潜机改变航项的时候。 局作依旧是震惊的,伊朗的反导系统到底是什么水平?美国派去的轰炸机和战舰会不会遭到打击? 第五十二,F-35等国之重器的雷达数据万一在战场上被泄露出去,传到俄罗斯那边怎么办? 特朗普不得不有所顾虑,其三,一旦开打,就是一场局部战争。这一点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一点,剩下的说什么理由都是苍白无力的。 诚如局作所言,美国从世界老大到世界老二,就差一场贸易战加一场局部战争了。 特朗普如果对伊朗发动战争,那就坐实了川建国这个名称。如今一场贸易战正在进行,美国真的还敢打一场局部战争吗? 从美伊矛盾升级开始,局作就一直坚持一个观点,美国绝对不会对伊朗动物,更不会挑起一场局部战争。 关于未来美伊关系将何去何从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美国与朝鲜的关系。 朝鲜媒体6月23日报道,继特朗普收到金正恩的亲笔信之后,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又收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笔信。 金正恩表示,信中包含良好内容,他将慎重考虑信中有趣的内容。 从一开始的火箭男和封老头,到后来的金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,朝美关系如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。 无论多少次试射和演习,最终两国领导人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。 而朝鲜和伊朗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,他们都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。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特朗普哪一个提前到来,但可以确定的是,美国和伊朗打不起来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